好 昨天这个比赛当中呢 其实也有一个惊奇的画面 被民众所捕捉下来 当时呢 大家看到大师兄林志胜呢 躲在队友的矫正当中呢 他在这个投手球上 偷偷插了台湾的国旗 足足插了20秒之后呢 才立刻拔起来 当然这无非为中华队加油 希望能够到东京比赛 齐开得胜 被队友团团包围 大师兄林志胜 偷偷摸摸的蹲在地上 干什么来了 哎呀 拉近一看 原来是在投手球上 插起国旗来了 国旗足足插在地上 20秒钟赶紧拔了起来 2009年榜球经典赛 南韩击败日本就在 众目睽睽下 把太极其插上 日本土地的投手球 是再把这个画面 放上人来人往的地铁站 来宣传2013年的经典赛 要帮韩国队加油 挑衅一位十足 甚至这段插起 影片还被剪进2010年 世俗赛的韩国队官方加油 影片里 但奇怪的是 过去两件经典赛 只要韩国插了起 就没有再赢下去过 插起仿佛不是起伏 反而成了赢球魔咒 乔大师兄 直直细细地拨开泥土 把国旗插好 这回第三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中华队对上速敌 韩国队虽然输球了 但激起了全台民众的棒球魂 大师兄在投手球上插国旗 可和韩国队伍插在别人的土地上 意义不同 这回我们可是插在 自己台湾的土地上 有自家土地公保佑 出散东京绝对没问题了 昨天新闻最后报道